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日落報我不講長的時間 我是余榮陽 身邊有鄭重輝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輝哥最近講過兩輯是關於粵劇 其中是有梁淑琴 跟著講過文千歲 輝哥對粵劇和粵曲非常熟悉 愛好 愛好 剛剛你說想講一集是講模仿 我記得以前你都曾經講過一次 就是梵糠 梵糠 你講的糠字 有些人是學他糠的 這個都是模仿 其實最近我看過 今年在內地演唱是粵曲的 他不是粵劇 因為他唱一段 還有他沒有特別去穿戲服 就是墨家 墨家 他是模仿馬書曾康 老馬 現在聽說在大陸也挺受歡迎的 唱一唱一唱一唱 他有一種邪趣 就變成 我覺得他不是認真是藝術 但是笑的都是一種樂趣 從這裏我們講起 怎樣去學習那個糠呢 我想大家如果以前喜歡看電視的朋友 都看很多什麼模仿 像誰的大賽 羅海鵬 羅海鵬 扮誰 鄭小秋 扮澤田賢夷 很多人都扮演 其實扮演 並非聯繫於電視台 其實在粵劇或粵曲 是扮演 很早很早有 所以就變成 為何叫做新馬仔 有個叫舊馬仔 其實不是 他叫馬爺 都是舊馬仔 舊馬 新馬 新馬就是兒子 有些人叫老馬 不會說老馬仔 一定是老馬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 馬思曾和長哥 兩個的唱腔 風格是截然不同 其實馬思曾 其實是一個挺特別的藝人 因為馬思曾本身 對於藝術的追求 不是好像我們聽他的黑衣漢 不是那麼輕巧 是認真的 非常認真的 例如他演過關翰兄 他其實在整個粵劇 關翰兄是回國內 但是他將很多世界明珠 什麼王子復仇的這一類東西 什麼船公驗士那些 其實將外國的戲搬去粵劇 這個亦和舊馬曾鴻的時代 新馬仔也是學的 新馬仔是少的 其實唱了首歌的 有樂曲都是 紅樓琴段 就是和鄧偉凡唱的 中立用鄧偉凡和新馬仔 現在我們說 新馬仔其實很多人模仿 兩無雙都是 兩無雙和他同期 同期的 同期的 和一起在電影出現 我看過 所以有時說到 他一紅了 立即有人學他 我覺得他有幾好的亮度 又不介意 和你一起 又如何 飄防好就可以了 其實澳門唱新馬的人 都很多 我認識的都是朋友 有兩位 我相信兩位都過身 一個叫做梁龍安 他的花名叫做新馬安 他的年紀給我們帶 另外一個是我同輩的朋友 李偉成 兩個都是唱新馬康 非常之好 還有一位現在還在世 孔何先生 他也是唱新馬康 他經常在大龍鳳唱 那些人都說 他八十多高齡 仍然很夠氣 如果唱新馬康還有一個 但其實不太相似 我個人覺得他不太相似 這個就是江萍 江萍就是不太相似 不過他有他的唱 無要生似 無信坤的八夜 其實是你推算給我 對 我覺得唱得挺過去 他連表情也像 他可能要這樣唱 神似 這個我聽了幾十年 外形呢 我一形容 他比新馬康還醒 更英俊 帥哥 帥哥 這個無要生先生一出 真的聲壓群紅 我覺得包括內地 他很夠氣夠聲 他運行很細緻 你在內地很多人都唱新馬 譬如鄧志驅 鄧志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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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某一個場合 跟著他拜師 其實他都完全不是唱 那種康口 如果用你剛才說模仿 他根本不是模仿 鄧志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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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無曉申是最遲的 除了新馬康多人模仿之外 還有一個林劍暉 白雪仙 林家昇 但林家昇模仿恥他 我又要推薦一個人 不要說太遠就是澳門的 鄧逆生 鄧逆生模仿林家昇 如果你有時閉上眼睛 有幾成很神奇 先前我說過 新馬仔和梁無尚 在同一個電影出現過 梁聖波也有模仿他 叫梅欣 也曾經在同一電影出現過 梅欣不單是學他的聲音 也學了他的表情 梅欣連看完也學了 梁聖波還有一位叫曾雲飛 曾雲飛也是某些音域或者聲調 就像波叔 但其實一講到現在 最詳清的就是任劍暉 我想現在講那個年代 即是Generation 是很多代的了 但我模仿他 因為他有一群學生 以前是先鳳鳴劇團 有一群年輕人 最後變了初鳳鳴 那群年輕人 現在都去到六張 現在不是初鳳 現在是老鳳 差不多幾歲 他們都是模仿任白的康考 特別有一次旭和大廈 那裡因為山泥事件塌 即是香港發生的災害 任白就現場唱 去國歸航 旅後主其中一段 那群學生就在後面 就伴唱的 是吧 你一看到他們 當時已經的唱功 是有些的 推他們出來的 是的 包括那時候阿爹阿跑 都在 有些就是執首而教 比如初鳳這一班 但是初鳳之外 有些其實跟他們 沒有直接的司徒關係 私下有沒有去請教過 聽唱片來模仿都有些 其中一個是我同學 維俊英 維俊英就是八和 香港第一屆的學生 其實就是八和給我遲些 他就是任白的東西 但是他有沒有跟任白的司 或者請教過 我看到他問一問他 有些他不是說要模仿到聲線 好像無曉申 模仿申馬仔 也不一樣 但是他也是同樣的腔口 例如鄭國寶 鍾麗蓉 他們都是一種女腔 我也覺得 崔苗之都有方艷芬的味道 但是他的聲音更厚一點 所以說 很多時候我們唱歌 就是因為 你有沒有覺得 全城 梅蘭峰曾經說句話 學我者槍 就像我者磨 你學我 沒問題的 學了它可以 但你沒有像我 你像我就沒用的 意思就是這樣 這番說話也是林家昇 他都講過的 但有些學術 確實有模仿 你給了我的題是模仿的 書畫 是不是都有模仿 林武 顏體 林武之後 他也是歌體 但他寫得好都可以的 有時候一個書法家多體 他特意 譬如說 有些東西抄某個詩詞 有勾體 顏體 扭體 分別並列都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我感覺到一樣可惜的 真是我們中國的藝術 模仿的歌 包括剛剛你講的書法 或者我們的戲曲 真是超越前人的 真是少 所以這個 我們要再重新思考 我們講這件事 我其實脫離了粵曲 但我都覺得它好 就是王妃 他翻唱鄧麗君的歌 就是《明月》 什麼時候有《把酒問青天》的歌 但另外一種格調 無論是編曲 唱腔都不同 但紅起來 這些是有的心思 我都希望大家 如果是模仿不要緊 但模仿之後 變出自己的新風格出來 多謝輝哥